其中之一 所以這個是 大仙寺 我看到了嗎 可是廖老師我發現 這個寺廟最特別的就是我現在看到 這個叫做山門 對 大仙寺 一般的山門只有一個 可是大仙寺的山門有兩個 外面有一個大山門 這就是小山門 那大仙寺之所以變為古蹟 就是跟這個小山門 跟裡面那個大雄寶殿 是有密切的關係 這兩個的原因給它列為古蹟 那我現在看到這個山門 它真的是 怎麼講的很精緻蕭 對 它不是很大的那一種 壯觀的那一種 它是新傳大師 李漢青的一個重要作品 所以它是仿南方式的 你看都厭尾笑 南方式它是說 兩杯好像叫香 叫高總入雲霄 那我就是要敬天為天 我要順天命 所以它這個過招就是順天命 第二個你們有沒有看過 這個構造有跟其他奇特不太一樣的嗎 有 它的兩邊的那個門 都是往內縮 對啊 為什麼 人家都是平平的 你知道嗎 人家都是平平的一排的山門 對 因為它原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佛門一個 修行的一個地方 那當時有一個開山禪師 開山禪師說來這個佛門進修 裡面的佛門的進修 一個一個都跑掉了 他說我到底是說 要怎麼樣留住這個人 他就想到一個 用這個幫他這樣 往兩側門這樣 一見下去了以後 聽說裡面修行的人 就全部都呆在這個裡面了 所以這個裡面它有一個 特殊的一個功能的 走過代表四大街空 六根清淨的山門 我們正式踏入寺廟的範圍 空氣裡瀰漫著一股幽靜的氣息 哇 林老師 感覺就是來到一個佛門進地 對 非常的莊嚴樹木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寺廟跟別的寺廟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有 好像就是 不是那麼中國式的一個寺廟 對不對 其實大仙寺之所以被列為古蹟 除了剛才那位小山門以外 再來就是這個外地的造型 大雄寶殿的一個造型 因為以這種造型來講 在全國只有兩座 一個就是新莊的地藏庵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大仙寺 可是大仙寺 比那個新莊的地藏庵更加宏偉 這原來就是說 這個佛寺有經過幾次大地震 地震了以後震快了 以後民國四年到十四年 又去返造日本的奈良的東大師 就是依照它的模型把它建 這一座寺廟 所以說它有一股淡淡的日本味 對… 對啊 像日本的禪寺 對… 不同於一般寺廟的雕龍燕尾 簡潑的線條 搭配日本運來的鬼瓦 當大仙寺在細膩的中國式雕琢裡 流露出淡淡的和風禪味 楊老師這裏面真的就像您講的喔 這就是一個中國式的一個結構 對… 你看柱子有什麼跟人家不一樣的嗎 你看 柱子 它不就是一個彩繪的柱子嗎 對… 你有沒有看到底下細啊 中間胖啊 上面粗啊 有沒有看到 老師你一講我才發現 對啊 為什麼中間特別胖 中廣身材 它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一般的柱子 如果比較高大的柱子 你越上面越看就越細 它這樣的造型以後呢 從底下看上去 它的差別不會很大的 你這樣看看 就是一個視覺的效果 對…一個視覺效果 講究的佛教莊典 在這裡不著痕跡的表露 像是這黑底金邊的雷金畫 也是大仙寺值得一看的藝術 穿越將近三百年的光陰 大仙寺充分展現出佛教 兼容必須的慈悲精神 梁老師接著帶我來到另一間古廟 碧雲寺 同樣的古色古香 不同的是 這裡的宗教藝術多了一分鬥趣的喜感 一般廟宇的獅子都是顯得很威嚴 給人家看到很害怕 可是它這個獅子呢 就讓人家看得很親切 好像非常歡迎各位來到這個地方 很可愛 可愛啦 對… 而且老師它有公的母的之分嗎 對… 它這種獅子的公的母的 一般的廟宇的公的母的很容易分辨 為什麼 它的那個性像的那個東西 就特別明顯 可是這兩個獅子呢 它的性像卻不是這麼明顯的 你看它們的微笑 有哪一點不一樣 你看這兩隻獅子微笑 有哪一點不一樣 我看一下喔 我知道… 怎麼樣 這一隻獅子 它的微笑有露牙齒 對… 然後另外一隻獅子是微笑 對… 沒有露齒 在以前古代的時候 女孩子在微笑的時候 嘴巴都不能露開的 你看看這隻獅子 它就嘴巴不一樣露 表示我很當磚磚啊 很棒的一個啊 含蓄… 含蓄的 所以這種獅子 就知道是母獅子 然後這一隻就變成公獅子 有這個微笑馬上就可以判定 哇 林老師 我覺得剛剛那個大仙寺啊 就是非常的莊嚴 然後來到這邊碧雲寺呢 感覺就是非常的清幽 你有沒有感覺喔 這個碧雲寺跟人家布他一樣啊 你看後面有一座山喔 對… 對不對… 它當一個屏障 就你剛剛講的一個穴位 對… 它底下就是一個叫做半壁吊燈穴 對… 使這個變成一個淋穴 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風水是齊家的一個風水 第二個你有沒有看過 人家的廟都有門啊 這個廟為什麼沒有門啊 對不對 對耶 為什麼 原來以前我們這邊 叫做平埔的一個地帶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紅牙祖 它有個多羅國的一個地方 各位都知道平埔祖 他們的那個弓梟 有四個門友 就是沒有廟門 沒有岸的 沒有鄉祖 也沒有神明 這個是因為他們當時的土地 就取之於這個平埔祖 所以他們就仿造平埔祖中的第一個 那個弓梟沒有廟門 他的特色 然後後面就是漢化 漢化漢人的部分就是一定要有鄉祖 一定要有神明的 喔 了解 所以並不是說他偷懶沒有蓋廟門 對… 是他本來就沒有的 對… 那我們到裡面去看看正殿 欸 廖老師 我發現啊 這邊為什麼在這個梁的下面 好像有兩個人在扛著什麼東西一樣 這個叫做 拱番更大 大梁 大梁 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的為了以前 有很多像荷蘭人啊什麼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對他是又盡又愛 對…有時候一想想 他也對我們 有時候對我們有壓榨性 我們就把他的一個 他的形象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的柱子就讓他去躺 最沉重的公司讓他去躺 這個是拱番鱗大梁 就是大梁 讓最沉重的公司 就讓他們去… 就讓他們去扛 對… 其實對他也是又愛又恨 對… 從細節裡可以窺探歷史的軌跡 從八卦立體龍柱和花瓶外型的門拱 可以感受到祈求平安的寄望 碧魚寺裡的清香搭載著人與天之間 零距離的橋樑 出庭這就是最著名的水火桐園 水火桐園就在這裡 對… 可是老師啊 人家不是說水火不柔嗎 是 對… 怎麼水跟火會在一起啊 它是有一個因素的 這個地層是出在上興寺濁南城 這個層面裡面它不斷的演變 就產生一個沙岩跟葉岩 沙岩跟葉岩它產生了兩個氣體 一個就是二氧化系 一個就是氧化銘 那麼二氧化系跟氧化銘 一結合以後就產生一個細素體 它跟氫一結合產生細化氫 那麼這個細化氫呢 它碰到壓力比較弱的時候 它就會噴…燃燒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細化氫它碰到稍微熱的東西 它也會燃燒起來 所以它燃燒不斷 有些人說是地下的瓦斯 其實它是細化氫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它是一種會燃燒的氣體 對… 可是為什麼遇到水沒有辦法 把那個火吸密啊 因為它的氣體 它是比較輕的嘛 它是飄在上面的 水是在底下的嘛 所以不斷地飄在上面 水上面不斷燃燒 其實燃燒在上面 它的火焰也在上面 底下當然是水 大概就不斷地燃燒 對…它就這樣產生了 所以其實它們兩個之間 還是有一點點微妙的距離就對了 對… 原本不相容的水和火 在關子裡已經共處三百多年 不只是台南縣的奇蹟 更是和日月潭阿里山等地 列為知名的台灣七景 除了水果桐源令人驚艷 這有如一個個地瓜垂掛在樹上的蠟長樹 更是引起了我的好奇 為什麼當初這個蠟長樹會出現在這裡 是誰把它種 當時我們國家為了造景 就到了非洲一看 哇 這個樹真的很漂亮 一顆一顆垂在那個很美 它就從非洲把它引進這個樹種 當樹種 可是引進來了以後 產生一個缺失 因為這種樹一個一個蠟 好像蕃薯掉在上面 對…又很硬 所以你如果走過去 不小心砸到你的頭 或者砸到你的車 就產生很大的影響 沒事頭上就會長一個包就對了 反而麻煩 所以最後它就沒有變成我們的型大樹 那這個可以吃嗎 一般來講我們這個地方不能吃 可是在非洲卻不一樣 非洲有一種啤酒 就全部用它一個粉末 把它擺在那裡 啤酒特別好喝 尤其在非洲的坦桑尼亞 它這個東西把它研製成粉 對婦女朋友是很棒的 真的嗎 所以它是可以養顏美容的 對…非洲它要促成它的皮膚 非常的緊繃的話 它用這個東西以後 它就比較不會鬆弛 第二個 它們的乳房非常堅挺 都是靠這個的抹 它就很堅挺 還有一個小朋友 小孩子如果抹了這個東西以後 它會長得比較胖 比較結實 所以在非洲這個 有常常在使用比較多 在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在使用 可愛的蠟腸樹 相伴著奇特的水火桃園 在關子裡還真是處處有驚喜啊